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隐积素以及秘书素有关 任何引起女性内分泌紊乱的因素都有可能引起或者是诱导乳气癌的发生 常见的因素有 第一呢 月经出巢早 小于12岁来月经 月经 绝经年龄晚 大于55岁还没有绝经 终生不育或者是35岁以后人身 不哺乳等因素 都是乳腺癌的高位因素 第二是肥胖 肥胖女性易患乳腺癌 因为脂肪组织是绝经后女性体内刺激素的主要来源 脂肪组织可生成相当可观的刺激素 刺激素水平越高越容易患乳腺癌 所以肥胖女性的内源性脂肌素水平增高 是诱导女性乳腺癌的一个因素 第三 人食结构的变化 营养过剩 高质饮食会增加乳腺癌的风险 建议多吃一些花科类蔬菜来平衡磁脂素的水平 也可以多吃含胡萝卜素的这样一些蔬菜 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的风险 另外限制糖和高脂肪乳质品摄入也有助于防止乳腺癌 第四 遗传因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一二级亲树中间 比如说姥姥妈妈姨妈姑妈奶奶 这些亲树中间患有乳腺癌的患者 急急患乳腺癌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两到三倍 第五 不良的生活习惯 长期的熬夜 饮酒 抽烟 以及缺乏运动 都会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 第六 精神因素 精神压力增大 可以导致内分泌失调 促进乳腺癌的发生 经历过精神创伤的女性 急患乳腺癌的危险性 可增高至普通人群的两到三倍 第七 环境因素 环境污染 幼年式 接受放射线 胸部的放疗等 都会增加成年后患乳腺癌的风险 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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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